看准要修剪的树枝 施工人员手起刀落 一段树枝跟着掉落地面 这里是台北市行道树修剪施工现场 因应山脱尔台风来袭 北市府公园处园艺工程队 持续进行树枝修剪工作 避免因为台风带来强风好雨 造成行道树折肢 威胁下方来往的人车安全 而从今年1月到9月期间 公园处已经修剪近6万株树木 因应山脱尔台风台北市政府 在1月到9月期间 我们已经完成了5万9千余树的 行道树跟原树的修剪 然后另外针对公园绿地广场的 一些排水设施 我们也有做加强轻输 另外希望说市民在台风期间 尽量避免把车子或是一些机车 停在大树下面 避免发生一些财损状况 谢谢 那今天预计会有几个地区 要修剪这个路数 我们地区的部分 大概每天都有在进行行道树的维护 跟做修剪 不过树木修剪人员 并不是随意修剪树枝 主要是针对枯病枝 以及下垂枝 因为它们掉落的几率最大 而且不只修剪枯病枝 甚至还要树枝 让树木的风阻不会过大 原则上修剪的部分 我们会把树木做一个树枝 然后做一个降高 然后避免它有一些头重脚筋的状况 台风来斜的时候也比较不会做无预警的倒幅 树枝的部分 它大概就会有一些 我们会有一些不良枝 树木有一些不良枝或病枯枝的部分 我们会优先针对这些不良枝或病枯枝来做修剪 然后让树木它的树枝比较有一些通透性 然后也比较不会有病虫害的发生 低于4米 低于4米的下垂枝我们都会做修剪 然后跟枯病枝 枯病枝因为风一吹 枯病枝就会掉下来 比较容易会长到冷 然后像 它里面也是要给它树枝 树枝它的风阻比较不会那么大 为了避免修剪区域范围下方停放的汽机车 受到掉落汁液损伤 施工人员还要帮这些汽机车做好保护措施 对因为下面它不一定都是空旷地 有时候会有冰车机车行人 还有那个房子啊 那个都很容易去碰撞到 所以要特别做 对所以 所以它有没有在汽车上面扑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做一些保护措施嘛 除了持续修剪行道数 台北市河滨设施也已经启动房台撤离 撤离10座码头影桥和3座福童码头 以及116座景观厕所和货柜等设施 另外新工处也已经完成救灾资源机具清点清查作业 未工处则已启动全市污水下水道系统房台整备 大地处方面除了完成50条图石流浅室溪流 及50座沉沙池输郡外 也将于台风来临时 在内湖 信义 南港等7个行政区设置 12处山坡地抢灾人员及机具待命地点 台北市公务局方面也呼吁市民做好居家房台准备 确保自身与家人及财产安全 记者张祈腾 台北报道